这个男人正在被两辆汽车同时追杀 引爆气一案 男人直接掉进了陷阱 惊不惊喜 意不意外 这是他的四个兄弟精心准备的礼物 你以为他们会营救 根本没有 而是将他扔到一个圣诞老人的故乡 北极 哈喽大家好 这里是龙话书记 今天继续为大家带来极限生存游戏第一集第六集 让我们看看又是哪个幸运的小伙伴被选中 咱们的自然之子马特 他在第一回合里排名靠前 所以让他再来一遍 闲不住的马特正在南加州的山上 进行另一场超级马拉松的训练 却不知兄弟四人早已埋伏好 准备将其擒拿归案 他觉得事情不妙 打腿就跑 两辆越野车转圈圈的把他包围 可是却没干过徒手的马特 让他给跑了 最后还是在汤姆这个老侦察兵的手下外泥了 不愧是野人 还得是陷阱对你才管事 自己就把头套戴上了 兄弟们不打算对他搜身了 嗯 这么好 你想多了 是因为他带什么工具 在北极这个地方都起不到作用 现在是北极的春季 每天都是零下的温度 这里基本常年都见不到太阳 积雪非常厚 就这样半裸的扔在这 真不知道他能不能在100个小时内活着出去 马特现在所在的位置 往东48公里是俄罗斯边界 往西走56公里 有个狩猎小屋和伐木道 并且这个地方经常会有雕雄出没 各种凶猛动物 一旦被马特碰上 那可就麻烦了 他想要在雪地中行走 必须先给自己保暖 救生包里有杨真鞋 装备都是圣诞老人的标配 幸亏里面还有工具 投掷枪 飞镖 伞绳以及铁锹 马特灵机一动 将这个大麻袋做成了背包 这个打扮真是奇奇怪怪 可可爱爱 正常情况下 只要有基本经验的人 都会一直往南走 可这里根本看不见太阳 根本就分不清方向 只能凭感觉 已经过去两个小时 他还在齐腰的雪地里挣扎 每迈出一步 都会在雪地上留下一个大坑 这样行走下去 体力消耗太大 马特在被抓的时候 就没有吃东西 所以他现在没有任何的能量储备 天已经要黑了 身上的东西都湿了 就在这时 马特碰到了一棵云山树 头顶上的树枝能遮风挡雨 下面没有积雪 还很宽敞 今晚就在这里过夜了 就这么愉快的决定 仔细一看 地上有个水坑 里面存有很多血水 马特趴在地上 疯狂喝水补充能量 接下来 他在地上搜寻一些乱草 团成一团 把滑板的轮子卸了 他要用它来做个插孔 这有助于使用公钻法 果然这个方法很管用 钻木取火这个动作 可以让自己的身体发热 眼看着木头已经冒烟 他把热木头放在干草上 获得成就 火源 接下来最重要的事情 就是将鞋和裤子烤干 转眼就来到了第二天早晨 马特安全地坐在那里 为了半夜不用起来添火 他把滑板给烧了 一来不用背着他继续走路 二来这个东西比较耐烧 时间还剩下76小时21分钟 他没有忙着赶路 而是要制作一双 传统风格的血鞋 砍了一根木棍 放在火里烧热 就着这股热气 将木头变弯 而且还不断 再用绳子固定一些细木头 马特带进来的伞绳 是谁说没有用的 这不是被他很好的利用了吗 很快他自制的血鞋 就闪下了哥儿几个的眼睛 又过了几个小时 马特看到一条小溪 他想要一直朝着下游走 可是根据地图上显示 他如果一直顺和走 那么就会走到俄罗斯人的地盘 他根本没有出境手续 真是这样可就麻烦了 而这时 马特又生起一堆火 打算停下来过夜 算算路程已经过去两天了 他才走了8公里 还得再走50公里 才能到达有人烟的地方 在天黑之前 他用树枝给自己搭了一个小窝 烤干自己的袜子 当他再睁开眼睛的时候 时间还剩下53小时37分钟 马特距离有人烟的地方 遥遥无气 这片森林显然占了上风 不知道马特到底能不能挑战成功呢 让我们接着往下看 雪鞋调整之后 马特的行走不再是昨天那样笨拙 但是他已经鸡肠碌碌 突然间他发现了动物的足迹 可是看着天上的云团 估计就算是有猎物 也早就躲起来了 松树的树皮里 含有很多的淀粉和碳水化合物 药之腹 旧撸树 他用铁锹砍掉树皮 然后用小刀收集松树的内皮 放在嘴里 嗯 人间美味 获得成就碳水化合物 马特升起火打算在这里过一夜 可惜天宫不作美 下起了小雨 这样下去 就算再牛逼的硬汉 也会得低温证 一转眼 马特一夜之间吃完了整片树林 哦不是 他还在这里 体能已经快要到达极限 好在火又重新点着了 他现在的处境依然很艰难 唯一的办法就是修整血鞋 孤注一掷 用最后这22个小时杀出一条血路来 再来看看大本营这几个哥们 他们看到马特平安 拿制作血鞋这个事情比起赛来 看谁做的血鞋好 谁赢了给谁糖吃 还真是患难见真情的哥们 你受罪我就不管 哎 我就是玩 对于做血鞋这件事上 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认知 最重要的是重新 然后是固定 经过一番精心之作 最后杰克的血鞋 成功把他投筹 赶紧看看主角马特在干嘛 不会迷失在大雪地里了吧 今天是在圣诞老人地盘的第四天 马特还在艰难前行 他很有可能输掉这场游戏 这个平时一口气能跑80公里的家伙 现在被其妖的积血 困得寸步难行 没有别的办法 现在只能改变计划 马特准备到高一点的地方去 再查看周围 有没有路可以走出去 他知道留给自己的时间不多了 也知道自己有可能会输掉这场游戏 不过他不会放弃 最终 大自然还是眷顾了他的孩子 马特发现前方有烟 他脱掉血鞋 准备孤注一掷 不得不说 运气爆棚 有帐篷就说明有人居住 好机友要疯了 每次都运气爆棚 每次都能碰到漂亮妹妹 这些朋友还很热情地邀请他进帐篷 给他换了干净的衣服 请他吃了一篮豪华肉汤 好机友开着车正在赶来的路上 来了一看感觉自己有点多余 马特状态非常好 基本属于吃喝不愁了 不过还是恭喜他挑战成功 虽然运气爆棚 但这又何尝不是一种本事呢 好了 今天的极限生存游戏到这里就结束了 喜欢的小伙伴 别忘了点赞关注评论 下期不见不散 拜了个拜